我们看一下第八题 它说自来水中氯气的浓度是3ppm 那要我们求它的体积墨尔浓度 我们会不会想说 奇怪它题目就给这么简单 直接给我们3ppm 我们就可以直接算出体积墨尔浓度吗 没有关系 有疑惑我们还是先按照我们最熟悉的方式 把体积墨尔浓度的公式 写出来 溶值的墨尔数 去除以溶液的体积 溶液的体积我们是用公升这个单位 那我们就想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在做浓度的换算的时候 我们要先把原本的那个浓度呢 做一个这个解释 所谓的解释是说3ppm的率是什么意思呢 3ppm我们可以说1公斤的溶液 当中呢有3毫克的率 这是一种讲法 那因为我们知道呢 整个溶液是稀薄溶液 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当做是1公斤的溶液 就当做是1公升的溶液 当中呢有3毫克的率 你说为什么可以把它当成是这样呢 记不记得一件事情 因为当我们说一个东西的浓度是几ppm的时候 我们当它是稀薄溶液 稀薄溶液 1公斤的溶液可以直接当做是1公升的溶液 原因是因为我们就假定它的密度跟水一样 是每立方公分1克 所以呢你就可以直接做这个换算 就是1000克就变成了1000毫升嘛 对不对 所以1公斤就变成了1公升 好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不是就可以利用这个 每公升溶液当中有3毫克的率 来做计算了吗 因为我们这样溶液就是1公升 我们就当做是1就好了 那分子是什么呢 我们的溶值既然是3毫克 3毫克的的话 3毫克不是就是等于3乘上10的负3次方公克吗 那要算溶值的莫尔数 我们记得要除以什么 分子量嘛 那氯呢 氯因为氯的原子量是35.5 氯的原子量是35.5 那氯气是两个氯嘛 所以它的分母不就是分子量是35.5乘以2吗 所以我们这样算一下 整个式子我们在这里应该列的就是 3乘以10的负3次方分之35.5乘以2 好 所以我们来计算一下这样的结果会是多少呢 下面算出来是71 我们这个1就可以直接拿掉了 是71分之3 然后呢乘以10的负3次方 那遇到这样的式子呢 冠委学长会喜欢这样算 我会喜欢怎么算呢 我会喜欢呢 把这边加两个0 300除以71会比较好除嘛 对不对 然后呢既然这里你自己偷偷加了两个0 你就要把负3次方变成什么 就要扣掉往后挪两个0 小数点往后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会变成10的负5次方 对不对 前面加两个0 后面呢乘上10的负2次方 这样子数字就没有变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300除以71 是不是比较好除 我们自己来偷偷除一下 空间不够 不过没关系 300 好我们除在旁边这里好了 300 去除以71 所以你得到的是4 是284 然后这边呢你得到16 所以差不多呢是4.2 这边呢是这个142 那180你还是差不多是2 所以我们算到这里就好了 差不多是多少呢 是不是就是4.2乘以10的负5次方 答案的单位是什么 答案的单位是m嘛 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那记得我们再从ppm 这个百万分浓度呢 要换算成体积木耳浓度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取这种 每公升溶液当中 有几毫克的溶值 这种算法呢来做换算 这样子会比较快哦 好我们看完第一小题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他说呢某尿素溶液呢 是1.5% OK 他的这个浓度是1.5% 那其百万分浓度 ppm呢是为多少 好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他还有第二个小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 ppm呢我们知道是等于 如果呢我们的这个溶值 是用克数的话 那我们溶液呢也是用克数的话 最后我们要乘上什么 10的6次方 我们要把它乘上10的6次方才可以 好那我们就自己来假设一下啦 什么叫做尿素溶液的这个重量 百分浓度是1.5% 也就是说100克的溶液当中 100克的溶液当中呢 有1.5克的这个尿素 OK 100克的溶液当中 有1.5克的这个尿素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溶值不是就是1.5吗 诶没错啊 1.5克的这个溶值啊 然后呢我们的溶液不是就是100吗 100克 那最后再乘以10的6次方 诶这样子其实就算出来了耶 所以其实并没有很困难嘛 我们这样算出来以后呢 我们把分子分母约一下 这里约两个0 所以呢 6次方变4次方 所以呢 1.5乘以1万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1万5ppm 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重量百分浓度 去转换成ppm 其实根本就是在干嘛 就是在乘以1万嘛 所以如果呢 今天某尿素溶液的这个 这个重量百分浓度是3%的话呢 因为你这里也是除以100 乘以10的6次方 所以最后都是乘上10的4次方就对了 那刚刚说的3% 就是3%呢 就会变成多少 3万ppm OK 所以呢 重量百分浓度换成ppm 其实是很简单的 因为其实他们的公式根本就 几乎是一模一样 前面都是溶值重 除以溶液重 差别一个是后面乘以百分之百 一个是直接乘以10的6次方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小题 如果说呢 我们要换算成体积墨尔浓度的话 那又是多少呢 其实这个就不困难了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要把重量百分浓度 换成体积墨尔浓度 我们就把体积墨尔浓度的柿子写出来 Cm等于溶值墨尔浓度 去除以溶液的体积数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既然我们假设100克的溶液 有1.5克的溶液的溶液是有多少的体积呢 我们不是就要把这个什么 我们的质量去除以密度 这样算出来的呢 就是有几立方公分 也就是几毫升 既然是几毫升 我们要换成公升呢 就乘上千分之一 OK 换成千分之一 那溶值的墨尔数呢 1.5克的尿素 尿素呢 我们要把质量除以分子量 就会是墨尔数 所以质量去除以分子量 诶 现在问题来了 分子量是多少 我们这时候就发现 我们需要了解 尿素分子既然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就来偷偷的计算一下 所谓CO 然后呢 再有NH2 而且是两个 那我们知道碳呢 是12 氧呢 是16 氮呢 是14 氢呢 是1 乘以2 所以这里呢 后面是16 可是16呢 要再乘以2 所以这边呢 算出来呢 是等于32 32加上12 再加16 全部加起来 会等于多少 最后这些加起来 不是就等于60吗 也就是代表呢 尿素的分子量是 60 好我们把60除在这里 所以我们来计算一下 答案会是多少呢 我们这里算一下 这边相除一下 约分一下 是不是会变成 40分之1 那这边呢 我们两个0跟两个0 约掉一下 所以1.02分之1 乘上10分之1 不是就变成 10.2分之1吗 所以我们的东西 就变成什么 等于10.2分之1 分之40分之1 那如果呢 你下面是一个分母 里面是一个分数 我们就把它导数上去嘛 所以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根本就是10.2去除以40啊 OK 那一样呢 我们在旁边 偷偷的算一下 10.2去除以40是多少 一开始是0嘛 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呢 这边呢 全部都给它放下来 就变成102的时候 102去除以40 我们就可以乘以多少 我们就可以乘以2啊 2 那这边是80 这边是22 再放一个0 就变5 这边可以是200 再放一个0下来 OK 这样就整除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东西是 这等于多少呢 0.255 OK 那要求的东西是什么 是Cm 好 所以第二小题的 第二个小子题呢 其实不困难 就是我们熟悉的什么 从重量百分浓度 换成体积 墨尔浓度 你只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密度 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分子量 好 那以上呢 就是PPM 跟重量百分浓度 跟体积墨尔浓度 之间的互算 这样你熟悉了吗 互算 就是 感谢观看